今天要跟大家传讲的讯息 是有关财务 其实财务简单来说 就是讲到钱、银的课题 财务包括我们的财富、投资、经济、收入等等 这个是跟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是不是? 我们祈祷 这个时候恳求祢透过圣灵、透过真理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因祢的真理、得自由、得释放、得坚固 多谢祢 听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字 阿们 你们发觉在圣经里面 上帝是非常关注我们和财务的事情 你不要想着讲到钱、银的这些不熟灵 非常熟灵 因为我们怎样去处理我们的钱财的那种态度 那种方式是会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的 而且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 你会发现 基本上 我们事上的那个挣扎就是我们事上上都是去挣扎什么呢? 就是钱第一是上帝第一 钱和上帝上上都在我们的心里面抢位 其实钱、银是我们信仰上里面的一个竞争者 你又发现 其实我们人生里面的大部分时间 基本上都是围繞在赚钱、用钱、有钱、没有钱的问题 就算是转来转去的 更重要的是你发现 我们的信仰 其实很大部分是和金钱有关系的 因为圣经里面一直鼓励我们 怎样能够在钱财上蒙福 或者是投资天国 你发现圣经里面 基本上有超过两千三百五十处的经文 是讲到我们要怎样理财、投资、处理我们的财产 而主耶稣在他自己的福音书里面 讲到钱、银的课题是多过其他的课题 不怪的 原来财务这件事对我们尤其是今天 活在这个充满挑战钱不够用的这个世代 更是重要的 而我的信息题目就是 如何在财务上经历神 这个是第二讲 当然在上一次的讲读里面 我有提到几个属灵的原则是我们必须要专守的 第一 就是我们需要有正确的信念对财务 我们要相信我们能够在财务上蒙福 是上帝的应许 第二 我们要了解 为什么我们需要在财务上蒙福的正确目的 第二 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 我们要明白 生命是比钱财更加重要 我们也要确信 神与神的国 是比我们所注重的钱财更为优先的 今天我又要特别讲到 就是我们要有正确的行动 除了我们要有正确的信念 正确的态度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正确的行动 讲到行动 有讲到三方面 我们要专行神的说话 并且要去侍奉祂 我们要拒绝 那些会使我们堕落的心 最后 我们千万要提醒自己 不要因为赚钱 而带来伤害 你发觉在圣经里面都讲到 我们要专行神的说话 以及侍奉神的重要 特别是在生命记的二十八章一到四节 非常清楚地说到 尊行神的说话的人 必定是会蒙福的 我们不妨来读一读 这四节的圣经 他说 你若留意听众而和话 你神的话 谨守专行他的一切界明 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 他必使你超乎天下闻闻之上 你若听从而和话 你神的话 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你在圣里必蒙福 在田间也必蒙福 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生畜所下的 以及牛毒阳高 都必蒙福 哇 厉害 你蒙福 连你家里的个哑 那个八哑狗都蒙福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当然上帝所说的这些福 都是今生的应许 不是回到天堂正享有 不是 他是给所有愿意 听了神的说话 由他专行的人的应许 和祝福 所以你千万不要将圣经 只是当成一本 让你能够明白真理的 一个经典 你一定要记得 圣经里面充满了上帝的应许 丰盛的应许 而这个应许 是给你给我的 如果我们不去 明白它去享用它 不但只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而是我们生命中 最大的损失 我们可以透过金钱上的 奉献 特别是给教会的奉献 来蒙福的 真言三章九节说什么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 初熟的土产 专命而和华 只要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窄 有新酒盈益 所以我们的钱财 很大部分都是要用来奉献给神的 我们都可以透过行善 做公益的行动 例如 针言二十二章九节所说的 眼目 慈善的必就必蒙福 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 当然 透过教会的各种侍奉 我们都可以在财务上蒙福 因为约百记三十六章十一节 是这么说的 他们若听从侍奉他 就是神 就必度日亨通 历年福乐 另外一个翻译本 更加清楚了 他们若听从侍奉他 就是神 就可一生幸福 安享天年 阿们 所以侍奉的弟兄姊妹 千万不要经常都觉得 侍奉真是很吃虑 好像被人家找笨 不是呀 侍奉是蒙福的途径 阿们 说一次 侍奉是蒙福的途径 Yes 阿们 当我们学会了 去专行神的话 去侍奉神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踏入 财务蒙福的第一个行动 第二个行动就是我们要拒绝 会使我们堕落的心 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知道 人是可以在财务上蒙福 但是 也可能会在财务蒙福里面堕落 这个是有可能 也是曾经不断发生的事情 但我们要相信 我们靠着 普遍 靠着神的保守 我们不单止可以避免堕落 而且还可以继续在财务上蒙福 而人为什么会在全财的蒙福中 不是蒙福 而是变得堕落呢 其实最大的原因 是从心开始 所以我们第一要拒绝 贪财的心 提摩泰前书六章九到十节 他说什么 他说弹瓦思想法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络 或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 叫人沉在 败坏和灭亡中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前财 就被引诱 来了真度 用许多仇苦把自己刺透了 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读到 贪财是万恶之根 你千万不要读到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kinds of evil 你读错了 原来贪财不是万恶之根 万恶之根是指贪财 The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kinds of evil 是那个贪财的心 就成为了 罪恶的根源 你一定要搞清楚 其实钱本身是没有 罪恶或者不罪恶的 如果钱是罪恶的话 麻烦你把身边的钱给了我 因为你带着很多罪恶 如果钱是罪恶的 你千万不要待自己的钱睡觉 不是那个钱可能是半夜排起来 插死你 钱之所以会变成罪恶 不是钱本身 是人 当这些钱的钱 经过人的手 或者经过人的贪恶 这些钱的钱 就会变成犯罪的工具 或者贸财害命的工具 很多时候不是钱有问题 是人的心有问题 有一次有一个人 就把他想买的一架靓车 铺上Facebook 他已经铺上了 我就私底下跟他说 你千万不要这样做 因为你会导致很多人心理不停行 可能你会夜和上身 他快把他删除 为什么 因为当些人妒忌你 不爽你有钱 他就会想起来 我弟兄姊妹 圣经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 这个贪财 英文是说the love of money 他不是贪那么简单 他是贪财 贪财 贪财是万恶之根 顶前面你一定要记得 钱对我们的生活是很重要 但是钱不是神 不是我们的主人 钱是要用来用的 不是用来爱的 当你爱钱的时候 你就开始有病了 你就开始陷入万恶之根的罪恶里面 当你贪财 贪财的时候 他不会成为你的爱人 他不会爱你 他不会保护你 他会成为你的主人 当你让钱成为主人的时候 你就会失去理智 失去自由 你就会不知不觉的 或者很无奈的 就成为了他的奴隶 你就会不知不觉的 身不由己的 就任他排布 甚至为他而死 为他而陆亲不认 甚至丧尽天良 我说这些不是夸张 包括今天的美国总统大选 他的背后 全部都是因为贪财 而导致今天的局面 早次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 他说 但那些想 那些渴望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络 或许多无知愚蠢有害的私欲里面 叫人沉在败坏或灭亡之中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念全财 英文说 So eager to have it 就被人有利了 真度用许多仇苦把自己刺透 这个刺透的意思 这些饱常种种追心的痛苦 好像万箭穿心的痛苦 其实贪财最基本的含义才是说到 要想得到更多 甚至不择手段的 要去夺取 去赚取 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而导致 我们会做出选人离己 见义忘 见利忘义 埋没良心 出卖自己的那些 不正当 不道义 伤天害理 甚至触犯法律 违背圣经教导的那些行为 难怪 圣经称 贪财是万恶之根 今天很多人世间 甚至家庭 国家 企业里面的争斗 他的根源 就是贪财 其实今天很多人 包括基督徒会陷入财务的风暴的里面 债务的困境里面 其中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因 就是贪财 就是贪财而导致的 这些贪财 第一 就是想要快速发财 知乎 就不计 英文说 GET RICH OVERNIGHT 所以你会发现 今天的年轻人 你介绍工作给他做 他会问你很多东西 有没有Aircon 是不是很近我家 今天有很多年轻人 对不起 这里有很多年轻人 我要提醒你 你千万不要 你千万不要 那个哥哥说 哇 这个投资 一千万可以赚 一千二百 你千万不要 那么轻易相当 今天也不知道有多少人 看见那些演讲 那些激励 哇 这位什么鑽石级 翡翠级的讲师 他说 哇 我五年的里面 你看看 我的四百万的Bungaloo 我的Bengsi 我的Bengli 哇 个个人就开始 哇 分不着了 我 我也要 I can I can I can I will 快速发财 智乎这种心态 不但不健康 也不符合圣经 上帝祝福人的言则 更可怕的 更严重的 它是会导致人陷入罪的捆绑里面 无法自拔 第二个 就是过度或者无资的投资 或者消费 是超越了自己的力量 超越了自己的收入 所能承担的投资 或者一直没有节制的 没有规划的 没有理财计划的 乱的消费 乱的缝钱 哇 见那样 买那样 卖了正线 一辆爆卡正线 你知不知道 今天在美国 在马来西亚 在亚洲的国家里面 因为过度或者无资投资 互乱的消费 互乱的 六七 而导致 很年轻就要破产的人 是越来越多 甚至是越来越年轻 那当然如果你真是很有钱 你要怎样逢都没人理你 问题就是你 人工就只有三千元 你就经常都要着名牌 经常都要让人知道 你很行 其实你很不行 最后 有听人叫做什么 打肿脸充胖子 打肿自己的面 当自己是肥佬 好像我们华人经常说 你不要这么大的头 戴这么大顶 没有 好 兄姊妹 我们千万不要 只是假装自己 好像很棒 而立刻地去花肺 尤其在今天这个时候 你要向人借钱 别人都会用眼睛看你的 搞错呀 借钱给你 借了钱给你 就马上的 又是鲍鱼朗口 又是换新车 又是换新手机 借给你 不是因为你江湖旧急 家里没有米煮饭 不是呀 是因为你 是因为你 立乱的缝钱 我们兄姊妹 你一定要记得 全财梦福 有一个熟灵的原则 是包括 你要有规划的消费 你要远离 快速致富的诱惑 甚至你要做出适当的注促 如果这三个原则 你不穿手 也不相信 你是很难在全财上蒙福的 相反 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 你只能够继续在 全财的路上 继续被折磨 活在痛苦的里面 除非你改前非 可能神还会怜悯你 最后 我们不单止要专行神的话 并且侍奉祂 我们要拒绝 使我们堕落的心 最后 我们不要因为赚钱 而带来伤害 赚钱都会带来伤害的 听过没有 会的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赚钱 伤害我们的健康 我也知道 有些人为了还债 为了要处促 要踏到自己的梦想 拼命工作 你知不知道最近 越来越多人是过路死 不是路过那个地方死 不是过那条路死 是过分牢碌而死 美国有一个大学的教授 他曾经在他所写的那本书 叫做工作致死 Dying for a paycheck 他说 今天的人正在为了工作而送了一条命 通常这些人一直做很多超市工作 或者他们是因为经济的问题 有很多家庭冲突 而导致他们的身心灵 是受到摧毁 而这本书说 美国每年有十二万人 因为工作过路而死 好 弟兄姊妹 赚钱当然重要 但是一定要记得 不是唯一的重要 千万不要 钱赚钱赚到了 但是最后 是要用赚到的钱 给了医生 给了医院 你有没有听过那些哥哥说 我年轻的时候 拼命做工 拼命赚钱 现在老了 拼命赚钱 以这里的痛 以这里的失 所以真远二十三章四节 提醒我们 他说要聪明点 不要耗尽心力追求财富 别为全财耗尽心力 要明智 要适可 要适可 而止 不是不要努力工作 而是要适当的 同时都要照顾到健康 第二个伤害就是不要伤害你的家庭 赚钱都会伤害家庭的 听过没有 我的意思不是所有的赚钱都会伤害家庭 而是在赚钱的过程里面 身为父母的只是为了赚钱而赚钱 而将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赚钱 而忽略了在家里的成长中的孩子们 其实这些孩子们 他们要的不是只是三餐温饱 他们要的更加是父母会不会 有时间 好好地留给他们 去陪伴他们 去和他们建立关系 我们今天大部分犯的错误就是 我们认为我们是很伟大 我们是为我们的家庭的幸福 我们很努力的拼搏 听起来好像是 哇 伟大啊 伟大啊 而事实是 在拼搏的里面 我们忽略了 我们所谓的为家庭幸福 拼搏的那个幸福 是指什么呢 是不是指钱是找到的 房子很大间 但是里面是很冰冷的 里面是没有一些的温馨的 里面就是各有各病在自己的房间吃饭 搞社交媒体 这些是不是叫幸福啊 朋友 我们分略了幸福最重要的就是关系 而我们的家庭幸福 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 为了家人的温饱 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忙碌 而忽略了 而忽略了身为父母 没有聚会 连先上聚会也没有 你怎样能够在你的孩子们的面前 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去鼓励他们 其实相反而是给他们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 让他们认为 哦 原来信耶稣是这样的 父母要悔改 各位啊 记得 你身为父母最大的责任 除了养家 而你是基督徒的话 你最大的责任 就是在信仰上 留下这些美好的遺产 美好的榜样 给你的儿女们 阿们 最后 我们不要因为赚钱而伤害其他的人 其实大部分我们的赚钱 在健康的情况下 这些赚的钱是win-win的 相赢的 例如说我开了一间餐馆 你给了钱 我就煎了牛扒给你吃 我赚了你的钱 你又吃了我的产品 双方是理前我员 大家happy 这个叫健康 但是 现在 有太多的情况下 我们赚的钱是不健康的 甚至是非常邪恶的 因为有些人的财富 他们获得财富 是建立在别人的损失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的 因为他们获得财富的手法 是用偷撤 抢夺 欺压 濫权 狡猾的诈骗手段 很多人自会 赚钱是应该的 但我们一定要记得 我们有一个熟灵的原则 就是我们所赚的钱 不要伤害自己的健康 不要伤害自己的家庭 更加不要伤害其他的人 尤其是千万不要为了赚钱 而出卖了别人对我们的信任 或者是出卖了自己的人格 钱是赚到 但是这个钱 是踩在别人的痛苦上 是踩在别人的损失上 我相信这些 就不是叫梦幅了 我们怎么能够做到 在赚钱努力 赚钱的过程里面 也不会伤害自己的健康 自己的家庭 或者伤害到其他的人 我相信有一个熟灵的原则 就是保罗所说的 你可不妨试试 就是哥罗西书的三章 23到24节 他说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面做 尽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知道你们从主那里 必得到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 你试试 如果有一批假货 你很想把真货 埋出去的时候 你不妨来到主的面前 和主商量一下 主啊我这批假货 求你祝福 看你祈祷得落手 或者是当你在 数着你手中的一堆 银子的时候 看你敢不敢献上 这样的祈祷 这样的感恩 天父下 多谢你 我桌面上 这一大堆银子 每一针钱 都是干干净净的 阿门 如果你的祈祈可以过关 那你所得的 应该是 蒙福 好 弟兄姊妹 今天的信息 或者有一些沉重 但是却是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 想要在财务上 蒙福的 一个很重要的 属灵原则 肯定 我们都是很需要 在钱财上 不断的蒙福 阿门 肯定我们每个人 都是很需要 在财务上 不断的遇见神 神都会 因为我们 爱祂 敬畏祂 专行祂的说话 因为我们侍奉祂 因为我们很肯 祂专守 今天 这些圣经所讲的真理 而大大的赐福我们 阿门 你一定要相信 当你和我很愿意的 去专守 今天我所讲的 这三个正确的行动 我是很相信 神一定会 在你的财务上 不断的祝福你 帮助你 供给你 让你能够 让你能够 遇见 祂的恩宠 阿门 记得 不要贪心 不要贪财 不要用贪财 使我们 陷入 很多的 受苦 或者是 很多的 邪恶 在里面 记得 不要为了赚钱 而伤害了你的家庭 你的健康 甚至 成为教会的祝福 你所信的神 是很伟大的 祂能够 帮助你 处理你 正面对的 生活上 财务上的 问题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财务上的问题 通常 神有神 那个部分 而我们 都有我们 这部分 我们不可以 只是要神 帮我们搞定 所有的事情 而我们 什么都不做 今天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我们 来到神的面前 为自己 讨告三件事 第一 如果我们真的 有面对财务困难的 我们要谦卑的 来到主的面前 承认我们在财务上 可能犯的错误 我们需要悔改 我们求神怜悯 祈求祂 因为怜悯我们 我们可以经历 在财务的困境里面 还原看到盼望 看到出路 第二 我们要祷告神 保守我们远离 贪财的心 贪爱全财的心 求神将祂 在我们的心里面 拿走 最后 我们需要有 理财的智慧 钱 不是上帝不给你 如果你不懂得管你 祂不会给你 因为会害死你 所以你是需要祈求 神给我有理财的智慧 以至无论你比我多或者少 我都会成为钱财的好管家 我不会让钱财 伤害我自己 或者我的家庭 甚至伤害了我身边的人 向神祈祷吧 向神祈祷吧 祂不单止伟大 祂也是那位充满怜悯 充满怜悯 充满怜悯的神 向神祈祷吧 为你的财务状况 如果你有贪财的心 求主将它斩除 如果你缺乏理财的智慧 向神求 向神求 圣经说它一定给你 它不会斥责你 它一定会厚恥于你 我们举高我们的手帕 祂不多谢你 因为我们很相信 身为你的儿女 你肯定是会在我们的财务上 是要赐下许多的祝福 此时 你的祝福是有条件的 尤其是你要我们学会 敬畏你去专行你的道 去侍奉你 是的 主 凡是我们的顶主 会敬畏你的专行你的道 特别在这个 经济低微的时刻 你特别去捐固他们 持不他们 我都向你悔改的 主啊 你都怜悯 帮助他们 主要现在我们的心里面 有一个贪财的心 哦 神啊 联敏 给我们肯定计 保罗所说的贪财是万恶之根 而这个根是必须要斩除 奥神啊 给我们有理财的智慧 给我们有理财的智慧 我们不是要很多 因为有多少只算是多呢 多少只算是足够呢 哦 主啊 给我们有理财的智慧 就在我们现在现有的财务上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做前财的好管家 以至你会将更多财务的祝福赐给我们 奥神啊 赐福我们 让我们在财务上 有智慧的去管理 有智慧的去奉献 有智慧的去照顾家人 有智慧的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奥神啊 恩代你的教会 恩代你的指民 在这样的时刻 虽然到处有方良 但是你的指民 仍然是没有缺乏的 多谢你 听我们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当然最后 我都知道在我们当中 可能有朋友 我想给你一个机会 就是 你想不想信耶稣呢 你想不想在你的财务上 经历上帝给你的祝福呢 你一定要记得 努力是我们的本分 但是如果努力没有上帝的祝福 很多时候都是 不知道为哪一个努力 你想不想你的努力 都会有好的结果呢 我鼓努力你来信靠这位 赐福的神 这位救赎你的主耶稣 如果这个时候你愿意 接受主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的话 这个时候 请你跟着我 做以下的祈祈祷 阿们 哈利路亚 请你和我一起的照着 银幕上的 这个讨告文 我们一起来讨告 我们一起来讨告 来 预备 爱我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因为爱我 差拜主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圣认 我是个罪人 并愿意接受主耶稣 成为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感谢天父 赏免了我的罪 并让我得着永恒的生命 成为了神的儿女 我把我一生的道路 交给你大力 求你帮助我一生 跟随你到底 也帮助我明白 圣经的真理和学晓祈祷 更深的认识你 经历你 奇妙的大爱和大能 祷告是奉靠 主耶稣的圣命 阿们 如果你做了这个祈祷 恭喜你 你是神的儿女 我都鼓励你 你将你的名字电话 留在我们的Facebook的留言处 以致我们的同工 可以继续帮助你 在信仰上的 更多的形式和成长 祿祿祂的兄姊妹 今天的聚会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星期二晚的土告会再见 或者是下个星期日的 祈祷我们的先上再见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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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